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阶课程的简单介绍 本门课程是我们从VIP小班课里面整合出来的屋顶花园案例课程 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能够独立的完整的完成这些小型的屋顶花园项目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已经在同学们当中预热了有小半个月了吧 我总结了一下同学们对于本课程的一些疑问 那么接下来就以下三个高频率的问题 我们有请大业老师来解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 大业老师你为什么要开设这门课程 第一个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是很多同学所关心的 就是说因为我做这个线上教育的话有很长时间了 然后一直的话呢都是卖一个课程 就是这个咱们高薪就业小班课程 但是这个课程的话呢 它有一些同学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老师你这个课程的话呢其实都是在线课程嘛 就是我们一三五晚上我们要进行这样在线的直播 对 然后呢这个但是有很多同学的话 他也可能上班了 或者有同学的话呢 学校这个这个在这个一三五的话有课 所以就是他时间的话并不是能安排得开 也并不是很自由 所以就是说 大业老师你有没有一些录播课程 然后的话呢也能讲一些关于我们小班的内容 这儿的话呢我可以在这个闲暇之余我们可以去学习你的这种啊 像是一些做翻的方法啊 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项目 所以我们是打算开这样一个专门是录播的这样一个课程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高薪小班课程 是将近四千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很多学员的话呢还是学生这样一个角色 他们可能觉得说老师我觉得你课程很好 但是目前那个价格的话 我觉得我要攒很长时间钱 或者说我时间又不自由 但是的话而且的话呢这个学费又比较贵 那能不能就是有一些稍微便宜一点的课程能给到我们 那我们的话呢也是经过一些研究 包括从一把课程整理一下 就研发了一些新的内容 所以的话呢我们是把高薪课程当中的一部分内容 就是基础内容啊软件啊文本表达啊 这个这个这些一系列的哈东西我们整理一下啊 整理出来将近一百多节的这样一个基础进阶课程 而且全部都是录播课程 而且价格的话呢不到我们高薪课程的这个三分之一啊 能给大家减薪很多负担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低价的录播课程啊 这样一个目的 嗯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本门课的上课的形式是怎么样的 呃本文这个这个课的形式的话呢就比较特别啊啊 呃是我脱着衣服给大家讲 开个玩笑啊这个 哈哈哈哈开个玩笑啊这个是 这怎么呢这个这个课程啊这个因为我们高薪的在线课程的话呢 它是以屏幕直播的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大家更多看到的是我如何去在屏幕上进行操作 那我们这个录播课程的话呢它很有特点 它是啊有我们这个实拍啊 去来做的这一系列课程实拍再加上电脱录屏啊 再加上一些模型的演示 对吧那这个可以让大家更立体的去来知道啊 这个这些方案生成的过程啊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课的有的一些特点啊 大概就这么多 嗯所以其实它相对于我们将近4000的那个课程来说 其实我觉得可能形式更多一些对形式更多样化 为了就是其实我们做这种课程的话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能集中大家的一个呃 呃呃呃呃呃就是它的一个精力 就是能保证一个高度集中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发现如果是说呃 你当然你如果是外皮克你用这个屏幕啊 直播的方式的话呢呃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加上这种实录的话 它会更对会变得更有趣一些 所以就是说能呃呃能保证大家一个新鲜度 这样的话呢大家也爱学对吧 嗯好的那么刚才大余老师你应该也提到了 本门课程主要针对的学员是我们零基础的学员 对吧嗯那么我们这门课程 它对零基础的学员究竟有哪些实质性的帮助呢 嗯实质性的帮助的话呃 首先零基础学员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其实不是针对于大一大二大三的同学啊 这个一硕零基础大家可能觉得说老师我现在不是零基础 但实际上呢你去应聘的时候很多我们这个这个面试官啊 包括一些人士 对其实你可能到你毕业那一天或者说有可能你还读了一个硕士 毕业之后的话呢我们觉得说你的基础还不过关 所以说我们是针对于这些同学啊包括这些用户去来开发这样的课程 就是从头到尾去来究竟大家一些方案的一些问题啊 就比如说大家不知道一草二草啊 也不知道异象图应该如何去使用啊 也不知道如何去来锻炼尺度感啊 也不知道如何去来解读任务书 我们觉得说这些问题的话呢 实际上在你本科或者专科的三到四年的话都应该解决的啊 那如果是你目前还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一些图纸比例的话 大家到毕业那时候还不知道 包括停车场也不知道怎么画啊 无障碍设计就更别提了啊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话呢 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课单独给它拿出来啊 做一个这个这个更专业化的一个讲解啊 这样能弥补大家你们基础不牢固吗 也就是说会给你们后期的这种职业生涯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对吧就是说想提拔你 结果发现你的基础在某些时候的话还会有一些问题 那有可能你就需要去来注意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所认为的零基础的话 就是一些方案的基础问题还是多多少少会暴露出来这样的同学 所以并不是指那些说是上大一大二的学员 对就是可能自我的认知跟外界对你的这个认定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在我我都觉得我老帅实际上也挺帅 我记得我刚毕业那个时候去的那家公司就是前辈特别的直接 人家一听说我是刚毕业的小孩那你就啥都不会 特别的直接我就感觉特别的伤心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课程应该是对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更偏理论的东西多一些 然后我们结果一到毕业然后一旦进入职场就马上把你丢到一个那么那么需要真实的 经验的一个地方很多学生是确认这个过程的 那我们这个课程就是对这个过渡的过程进行这么一个弥补 对对对 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规划建筑的课程 对对对我们这里面其实还包含了这个规划跟建筑的基础知识 那这部分课的话呢是由我的这个之间同事古人老师给大家去来做讲解 他做的建筑规划已经十多年了 所以经验很丰富 那我们就是景观建筑规划一起都抓一起都应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才能应对以后的一些就业问题 特别是有些同学在大学四年的话从来没有去实习过 对不对 从来不知道在一个单位里面真正他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难以想象吗 对从来没有实习过的话 你不可能指望说你毕业之后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做的东西还停留到学生那个时代的时候 在工作当中是不适用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课程的话 其实就在弥补大家 你们就是有可能懒或者是因为考试 因为谈恋爱对不对 暴露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大行算了 不说这个事了 所以就是弥补大家这样的一个实习的经历 所以就是说让你们接触到更多的关于工作当中我们的一些要求 包括我们会实施的一些方案 它具体一些流程 所以希望对于大家有帮助 对吧有帮助 那么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本轮课程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和介绍 最后希望同学们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 能够对景观设计以及景观行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并且得到自身能力的真正的提升 然后找到满意的工作 最最后希望我们的课程能够得到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喜欢 我们会努力的为大家录制更多的更好的课程 谢谢 感谢大家 拜拜 好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还不 对吧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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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发心吗 不发心吗 不发心吗 是什么意思 哈哈 拜拜 拜拜 拜拜